寒冷的大海上 女人被冻得瑟瑟发抖 可她却脱下唯一保暖的衣物 用牙咬住袖口 拼命撕扯 不料 这件冲浪服任性十足 扯到牙齿松动 也没能扯开 可她并未放弃 又把衣服挂在锋利的礁石边缘 卯足了劲 拼命往后拽 然而 礁石很滑 衣服不仅没破 她还差点把自己拽到海里 接连两次失败 把女人累得气喘吁吁 但她纵使被冻得脸色惨白 也不肯把衣服穿上 反而又摘下项链吊坠 将尖的一头扎进衣服里 将线头全部挑断 紧接着 女人兴奋地把衣服凑到嘴边 硬生生将一整条袖子扯掉 这才终于肯把残缺不全的衣服穿好 最后 女人把扯下的衣袖当做袜子 强忍住剧痛 慢慢套在被鲨鱼咬烂的大腿上 如此简单的动作 对她来说 却像酷刑一样折磨 忍不住发出淒厉的哀吼 最后更是眼前一黑 直接晕死过去 不料就在这时 一群饥饿的小螃蟹 被血腥味吸引 直接爬上她的身体 开始大快躲翼 女人被刺痛惊醒 急忙坐起身 手忙脚乱地把螃蟹拍掉 可下一秒 她却默默抓起死螃蟹 塞进嘴里大口咀嚼 结果刚嚼两口 又忍不住全吐得出来 从被困到现在 女人整整12个小时 没吃没喝 要是再拖下去 她就算不被鲨鱼咬死 也要被活活饿死 想到这儿 女人看向不远处的海滩 又看向四周 确认鲨鱼不在附近 便拖着伤腿爬到礁石边 打算趁着夜色 偷偷逃上岸 凌晨的海水冰龙刺激 她刚把脚伸进海里 就被冻得一哆嗦 可为了活命 女人只能强忍不适 慢慢下到海里 随后小心翼翼地 朝岸上游去 她一边游 一边紧张地观察水下情况 生怕那头凶残的鲨鱼 会突然出现 但好在游出去几十米 水下仍旧没有任何异常 女人心下大定 顿时看到了脱快的吸瓦 可殊不知 她的伤口正悄悄往外渗血 阴红血液在水中流下痕迹 像明亮的灯塔一样 无比显隐 就在女人以为 自己马上就能逃出生天时 一道猙獰的背棋 突然滑浮海面 她大惊失色 急忙转身 疯了似的游向礁石 好在反应够快 这才没被鲨鱼追手 但剧烈的动作 还是要了女人半条命 她瘫在礁石上 伤口传来火烧般的剧痛 很快便两眼夜黑 直接痛晕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明明呼呼睹睁开眼 隐约看见海滩上 有两个冲浪者准备下水 她顿时清醒过来 连忙挥手大喊 说海里有鲨鱼 可因为距离太远 两人压根听过去她的话 长发小哥看她浑身是血 便准备回岸上叫救护车 另一人则十分热心地游向礁石 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险即将降临 在女人绝望的眼神中 长发小哥刚转过身 就被鲨鱼一口咬住半边身子 当场残死 心存的男人手忙脚乱游向礁石 可鲨鱼又怎会放过 主动送上门的美餐 等它好不容易游到礁石边 却转眼就被拖进海里 下一秒 两人死后 女人心里既内疚又绝望 像丢了魂一样 坐在礁石上发呆 不敢去想掌潮之后 礁石被淹没 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结局 可突然 她看到男人留下的相机头盔 并未被鲨鱼吞进肚 正飘在海面上 随着海浪浮浮沉沉 女人望着相机 喃喃自语 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趁鲨鱼不注意 她再次跳进海里 朝不远处的相机游去 虽然海面风浪很大 极难保持平衡 但女人还是强忍伤口 一把将相机捡了起来 可就在她庆讯不已时 一转头却发现 女人一声惊呼 被吓得跌进海里 重重撞在礁石上 眼看就要被鲨鱼咬住 撕成废片 可没曾想 鲨鱼竟不慎蹭到海里的独山坠 被遮得疯狂挣扎 赶紧退了回去 女人侥幸捡回一命 趁机爬上安庭地带 拿起相机 她立刻打开录制模式 对镜头说出这里的惨剧 随后将相机塞进头盔 远远扔到海里 看着头盔飘走 女人心里无畏杂沉 她压根不指望 有人能捡到头盔过来救援 因为最多再过二十分钟 海水就会上涨 把脚下这块小小的礁石完全淹没 她只想死后 人们能知道这里发生的残剧 不要再重蹈覆长 交代完后事 女人静静摊坐在礁石上 望着不远处的浮标发呆 如果能爬上浮标 或许会有一些生机 可几十米之里 就像一道天浅 彻底断绝了她残存的希望 万念俱灰之际 女人表情污染 任由上涨的潮水 一点点把自己淹没 鲨鱼也知道猎物无处可逃 并不着急发起进攻 悠闲地在旁边游来游去 折磨着 她早已崩溃的神迹 可突然 女人惊讶地发现 礁石和浮标间的海里 竟聚集了密密麻麻的水母 她愣了愣 很快联想到 之前发生的一幕 鲨鱼害怕有毒的珊瑚 肯定也害怕有毒的水母 想到这 女人心里再次燃起希望 趁鲨鱼游到礁石后面时 她又一次跳进海里 婚礼朝浮标方向游去 如此大胆的行为 彻底将鲨鱼激动 于是 她骤然加速 要追上去把猎物撕成碎片 不过女人早有准备 急忙深吸一口气 钻进危机四伏的水母群 结果不出所量 鲨鱼刚碰到水母 就被折腾落荒而逃 她来不及高兴 立刻转身游向浮标 虽然前面没有水母保护 但鲨鱼兜了个大圈子 速度就算再快 也没能如愿咬住她的脚弧根 然而 没等女人喘口气 鲨鱼便高高掠出水面 再次发动攻击 浮标顿时被撞得晃来晃去 她只能用衣服绑住身体 勉强保持平衡 可暴露中的鲨鱼 又怎会就此罢身 咬不到就用身体撞 固定用个铁链 直接被距离扯断 煞时间 浮标完全失去平衡 但女人一起歪倒在海里 女人被如此凶猛的攻势吓坏了 像个眉头苍蝇一样 在海里乱钻 慌乱中 浮标年久的师兄 刚才早已秀时 鲨鱼像啃饼干一样 三两下就把钢架啃得稀巴烂 女人明白 再躲下去 自己迟早会像钢架一样被撕碎 看着浮标上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铁链 她别无选择 只能奋力一搏 于是 在鲨鱼又一次攻击浮标时 她勇敢地跳进海里 随后一把扯下包扎伤口的布条 将一只手牢牢绑在铁链上 很快 铁链再也承受不住鲨鱼拉扯 突然应声而断 鲨鱼也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 立刻调转方向 朝女人冲来 这时 沉重的铁链 拽着女人急速下坠 把她从鲨鱼的口中抢走 像离仙的剑一样 冲向深海 鲨鱼气坏了 摆动巨尾 全手追赶 竟比铁链下坠 还要快上几分 可奇怪的是 在这生死关头 女人眼神却无比坚定 她死死盯住下面的底座 丝毫不在乎 鲨鱼已经张开血盆大口 就在他们即将触底的瞬间 女人突然扭动身体 下一个 刹时间 强劲的水流激起泥沙 海底顿时变成白茫茫一片 为这场博异 画下了七眉的距离 望着前一秒还生龙活虎 此刻却被钢筋扎成刺猬的鲨鱼 女人呆呆愣在原地 有些恍如隔世的不真实感 但由于下潜太快 严重缺氧 没等她细想 一年后 女人再次来到这片海滩 虽然腿上的伤疤人未痊愈 但她却早已穿上了一件 崭新的冲浪服 因为大海就算很危险 也总会在风和日历时 掀起一道道美丽的浪花